中国与中亚峰会于5月18日至19日在西安举行 这被视为是中国本年度的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意味着中国与中亚的合作进入了新时代 也意味着中国又赢得了中亚竞争 可以说大国竞争才开始 中国就连胜连赢 拜登一上台 就把中国定位为主要的对手 并通过战略打压 来与中国竞争重建世界秩序的战略优势 拉帮结伙是其主要的手段之一 不但要强化西方联盟 还极力拉拢印太国家组建反华战队 或印太北约 中美之间的战略较量在不断升级 双方也都在积极进行战略布局 中国与中亚五国峰会 这是本年度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这一次六国领导人聚集中国古都西安召开峰会 重点是就中国与中亚机制建设各领域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各国元首还将共同签署重要政治文件 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此次峰会将破坏中国与中亚关系新蓝图 开启双方合作新时代 具有里程备意义 中亚五国是苏联解体时独立出来的 尽管与中国的关系不错 但却一直是美国重点的拉拢对象 美国一直想把中亚五国变成插在中俄之间的蝎子 如果得手 既可以把中俄战略隔离 也可就近威胁 可以进一步肢解俄的势力范围 也可以压缩俄的战略空间 更是围堵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 当然也可以就近威胁 重要的是 中亚不仅是中俄之间的连接带 也是中国与欧洲的重要连接点 特别是对于一带一路来说更显重要 尽管美国使尽了浑身解数 可最终也没能把中亚五国说服 想在中亚部署军事基地的梦想早就破灭 自拜登主政美国之后 惹得麻烦太多 对中亚已经顾不过来 重要的是 中亚国家认清了国际形势大局 也清醒地意识到了亲近美国的危害 关键是中国的平等外交和全球发展治理理念 更符合中亚国家的利益 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更符合中亚国情 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说是顺其自然 去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大庆 六国元首以视频行事 举行了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三十周年峰会 而随后中亚五国元首悉数参加了北京冬奥开幕式 这标志着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升级提速的开始 我方如此重视 五国又是如此配合 而随后还有四国领导人对华正式访问 这一次 峰会所确定的六方合作机制肯定吸人眼球 必将开启合作的新纪元 中国提出的一代一路倡议 正是在十年前在哈萨克斯坦首提的 也得到了五国的欢迎和积极参与 中亚既是一代一路先行区示范区 也是重要节点 是连接亚欧的重要通道 而一代一路建设对中国来说又是重要的战略 这是一个连接亚欧非大陆的巨大经济带 随着推进 必将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体系规则 可以对全球化以及世界秩序的重构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 是中国与美国竞争战略优势的一个重要攻略 可以预想到 以这一次峰会为标志和起点 中国与中亚五国将建立稳定有效的合作机制 形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体 美国在想插手破坏或竞争 可就来不及了 中国加区域合作 这是中国对外合作战略的主要模式方略之一 中国加东南亚 中国加拉贡体 中国加中东欧十六国 中国加南美洲等等 这些年来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关键就是独立于美国体系之外 目的就是以这种双多边合作机制 对抗美国的霸权体系 以及推动世界变革 重建秩序 目前正值中美交捂的关键时期 也是中国复兴强国的最后冲刺阶段 美国推动的亚太在平等战略也好 印太战略也罢 实际上就是企图孤立围堵中国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东移 中国的攻击方向就向西向北 如今中国与东南亚已经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南亚的互联互通在快速的推进 可以说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稳固了 拜登一上台就拉拢东南亚入局对抗中国 可目前的结果就是东盟坚定表态 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而与中国快速推进的合作大举 并反对在亚洲制造冲突事端 这实际上已经等于是选择了中国 可以说东南亚争夺战 中国胜出 近来已成功推动中东西亚和平进程为标志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也在提速升级 重要的是阿拉伯世界正在摆脱美国的控制 沙特伊朗这对老冤家对头在中国的倡议和协调下 在北京与中国签署了复交声明 随后就是阿蒙国家与伊朗关系恢复正常化 这实际上才应当算是首场重大的主场外交 接下来就是也门问题迅速解决 沙特联盟与也门胡塞武装正在积极接触 还有就是阿蒙迅速地恢复了叙利亚的成员国地位 目前各方还在积极推动叙利亚危机的和平解决 最后就是海湾国家与卡塔尔关系迅速修复 各方中断的外交关系基本上都已经恢复 中东和解进程推动之快 可以说是令人目不暇接 刚刚召开的阿蒙峰会 一是将为伊斯兰世界的和解大团结定机制 二是伊斯兰世界的战略定位问题 主要就是推动阿蒙与中国的合作深化 也不是去美国化 这一局中国赢的是太漂亮了 对美国的战略打击太大 目前中国正式介入了乌克兰和平进程 尽管推动停战注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 在美国强推乌克兰 持久战和反对停战的大背景之下 乌俄双方以及欧洲欢迎中国介入调停本身 就是对美国的一个战略胜利 别看目前乌克兰又在美欧获得了大量的军援 可这一次大反攻真的展开 也就等于是战争迅速结束了 乌克兰惨败是定局 接下来就一定会进入停战谈判阶段 如今中国与中亚合作在一次的提速升级 然后在居中协调推动东南亚中东中亚 一体化合作进程 同进也有利于上河组织 金庄国家组织的扩大 重要的是强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通过一带一路把亚洲的东亚西亚中亚 以及非洲欧亚联盟连成一片 建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带 这样足以倒逼欧洲加入一带一路 也可以推动与拉美和南美的合作 美国不加入一带一路 就只能是眼看着这一体系 独立于美国之外不断发展壮大 美国要加入也只能是遵守现有规则 自然也就无法发挥美国霸权 印太战略是美国的重点战略 近三年来拜登的一切努力 都是以此为出发点 然而印日奥韩这几个国家 实在太事故立丹 连个印太经济框架都推动不起来 谈和印太战略 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心舞台 首先就要稳住周边局势 打破围堵战略 美国就无可奈何了 至少美国已经基本上输掉了 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优势了 另外中国与中亚合作的增强 也将推动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加强 中亚的国家既有欧亚联盟成员国 也有独联体成员国 而中亚五国愿意与中国加强合作 自然也与俄罗斯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中亚与中东地区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更容易把中亚中东地区连接在一起 中国与中东 以及中国与中亚合作关系可以相互促进 中国与东南亚西亚的合作大局制定 如今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也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 除了东北亚之外 中国基本上都已经拿下 美国还怎么封杀中国 总之美国打压也好 竞争也罢 目前都已经是失事 打压中国并不给力 反而对美国伤得不轻 组建反华联盟为国 反而被中国设计的双多边合作机制战略 赢得了先机 尽管美国有美英澳三国安全联盟 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 以及美日韩军事一体化 可都还无法发挥重要作用 而中国却成功赢得了东南亚 西亚 以及中亚争夺战的胜利 自拜登提出大国竞争以来 可以说中国是连战连赢 美国还怎么与中国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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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